来我们这边看啊 这个微博对阵竹雀的第四局啊 加赛的下半场 这把的话 红蝶必须四抓 而且要在7分52秒之内 那开个玩笑是可以这样说的 就是脸都不要了 对吧 掏个野人祭司 反正就给你拖嘛 我野人拖 对吧 守木人再补一个 守木人其实可以 然后再补一个大副 全员拖 就机子都不需要修 就全员在外面跑 跑过8分钟 然后投降 是不是 真的 就这种比赛 相对来讲 你选出这种阵容 然后执行这个战术 面对 就对面掏出一个红蝶 其实当然这个阵容 可能对面不会掏红蝶 掏个其他的 你掏个雕刻家也打不了 掏个雕刻家也打不了 他也掏什么呢 这个阵容得掏什么呢 我想一下 掏约瑟夫可能可以 掏约瑟夫节奏也不一定快 反正这种阵容掏出来 我觉得 确实蛮蛮无奈的 但微博这边还是正常打 他们甚至还想要赢 这种打红蝶其实蛮厉害的 修机快 然后能扛 呃能救 就是不能打 还不错 还不错 这边每刻第一刀先吃上 红蝶带戴的是个闪现 其实红蝶带闪现四抓面不高的 因为这样地图太大了 他的一个控场控不到 穷者只要修机子就可以了 只要修机子就可以了 这个人可以看情况就有的吗 追一刀可以 这波迭 美克这边是没有能挡住啊 那这样的话 省下一个闪现 哎 一分钟之内击倒了 这个击倒有点快的 你别说啊 还好外面有个机械师 这个击倒只有点快 这个击倒是有四杀的可能性的 就是这边来救 但他就得救一个打一个双岛 因为你说救不下来 其实蛮难的 守墓人过来救人 你说救不下来 我觉得蛮难的 但他打个双岛 双岛可能性也不是特别高 面对一个守墓人 主要这个还是比较稳的 大老师也是比较看好 因为这个击倒确实有点快 刚才美克那波 应该是没回头 然后直接被跟上了 守墓人这边的话 卡好血线 来啊 正常救一波 技艺师还有一个搏命 哇 这还是个无伤救人 回忆 这波救人 哎 不对 我觉得 我觉得住区教练 心里都聊了半截啊 这你把救人 还给不给活路了 你怎么不给个震慑呢 这卡半把人救下来 骗了个椅子的 那应该是比较难了 这样的话 四抓的面就小很多了 因为他这刀啥都没打到 甚至守墓人可以不走 我后面一波我都不需要救 我就守墓人在那边卡着 卡到杂技飞 或者看情况就 嗯 这里的话娃娃在动 机子 大老师虽然说还是很看好 红蝶是因为现在确实还是红蝶的一个真胜面 但是不太成立一个四抓面了 这个局不太成立一个四抓面了 你要成立一个四抓面得是什么呢 穷者这边瞬间秒倒遗产机 被你压住那台非常多的遗产机才可以 而且还得穷者下一波救人 出现双倒什么救不下来 这种过半这种 这种节奏点 就是他要压住遗产机的同时 在防守上面还要能够去起一个节奏 才有机会来获胜的 才有机会来四抓 不叫获胜 获胜的话其实三人 三人开门战也有机会的 这里 小铁 三血 三血铁 十一刀 拉开 他不会要去把这秒机给点亮了吧 应该不会 底牌已经交掉了 不会再切失常了 应该是不会的 所以这边他拉开就可以了 拉开就可以了 他这时候要拖 给外面的人争取时间 而不是说我强行把这密码机给点了 强行把这密码机点了 意不大的 他只需要拖就可以了 下一波的话 这边机械师手里还有个博命的 然后队友过来救人的时候 顺便把这个机子给补了就行了 留了一丝印机的话 守木人来就会更好一点 而且守木人的机子 其实是少于机也是的 确实是守木人来救 守木人这边没有博命 救下这个 救啊 这个心理学 心理学相当于是个满血 交铲子 先把人救下来 然后守木人再来点密码机 因为红蝶已经底牌切掉了 打一刀 这边 要不要先把机子点了 对 机子先点了 然后再过去救人 那边压机 红蝶手里面还没传送 我觉得安逸这把其实打得蛮尽力的 无奈就是回忆那波救人就是太好了 那波救人但凡出点 幺蛾子呢 可能也有机会试了 但凡出点幺蛾子呢 可能也有机会试了 这边的画面 几点亮 然后两边 各贴一个门就行了 各贴一个门就行了 你传送只能传一边吗 我另外一边把门开了 这把穷者不被四抓 我觉得核心还是回忆那波救人啊 他们这里是门还 两个人跑一起了吗 他们选择的是 不是各贴一个门 而是一个人压着 另外一个人点门 也行吧 你们传送我去把这边的守护人捞下来 也可以也可以 机械师 大龙 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要吃刀的 321 要到带那边人捞下来 然后心理或者是守木再卡一轮 再卡一轮 反正都没上过话的 我卡着 卡着他也行 卡着他也行 守木这边点门 就是这种真没办法 你再尽力你也没办法 对吧 你又不能 搞个那个什么刷新呀 CD 比如将来有一个什么呢 将来有一个比如说那个大天赋 就比如现在的挽留什么的 改成一个什么的刷新CD 把我的技能全部刷新一遍 然后把那个传送给刷出来 两个闪 两个船 两个失常 这个话来回拉扯 来回拉扯 要再拖出一个那个船是来不及的 因为这边30多秒嘛 那边点门他挂上人以后赶过去 门都开了 尽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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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应该是个平局 但是这边的话大龙 是为 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算时间的话 应该是知道一定是赶不过来的 算时间的话 是应该知道一定赶不过来的 大龙这边应该是要跳地窖的 平局 好的 那么也是恭喜微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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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